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ke 今天要Amanda的快鍋 壓力鍋來教大家做一鍋兩菜 那我們底下呢 下面這一層要拿來做我們的紅酒燉牛肉 那我們的第二層呢 要拿來做我們的聖誕兵分炊飯 那我們今天的食材有哪些呢 那我們下面來看 要做紅酒燉牛肉之前 我們會先把我們的牛肉 像我剛剛的牛肉剛好先撒一點點粉 先讓它反炒一下 那我們就先來煎它 把它煎到兩面金黃之後再下去煎 好 所以那我今天是用我們的Skinban的雲裡鍋來去煎它 那我們裡面都不用放了 因為我們人生牛肉它的油脂就相當的多 好 我們就通通把它弄上去就可以 好 來 去 好 那我們在我們牛肉在煎的同時啊 我們用我們的壓力鍋的底部 就直接可以先來炒香我們的洋蔥的部分 炒紅酒燉牛肉的食材 好 那我們在我們的壓力鍋裡面呢 我們要先放一點點的食用牛肉 一點點就好了 不用剝 然後直接開鍋 然後呢 裡面就直接放我們的配料 先放我們的米點香香 讓它爆香一點 跟我們的洋蔥的部分 直接讓它消去半層 冷鍋就可以囉 這個冷鍋就可以 因為它溫度會慢慢上烤 再依序效果你的其他的配料 OK 那在等我們的火在 慢慢加熱的同時呢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來 我們這個時候就拿來教大家做聖誕炊飯 聖誕炊飯其實很簡單 用我們壓力鍋的第二層 第二層裡面呢 我們把我們洗好的米 洗好的米 兩杯 今天是使用兩杯 把它倒進來 然後我們剛剛各位都有看到 我們的配料哪些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把它通通放進去就可以 來 有了甜椒 然後 番茄跟蘿蔔 然後就把它放進去 像這樣拌完之後你們可能會覺得很壞 可是不會 因為等到它煮熟 等到它那個飯煮熟之後 會跟我們那個所有的食材混合在一起 就變得相當漂亮 相當符合聖誕節的氣氛 好 那我們在裡面要做什麼樣的調味呢 我們就拿來做簡單的 黑胡椒跟鹽 灑上黑胡椒 均勻的灑上去就可以了 好 然後再來灑鹽 在這個時候 我們讓我們的牛肉這邊已經太滋滋做起來了 我們趕快再稍微把它翻面一下 好 拍過這裡 香味開得起來 OK 那我們在這個時候 速度就是吹一半 因為裡面其實已經有放番茄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水分不用放太多 像我今天是用兩杯的米 兩杯米 所以我就加一杯的水 那我今天是加高湯做群蛋 放進去 好 淡淋水分 好 這邊放上去 先不用擺它 好 然後要 合併的時候再用 OK 那我們外鍋這邊先看一下 香氣已經太上來了 好 來 煎我們的牛肉這邊 為什麼牛肉要先煎 因為讓它煎到 金黃之後 到時候燉下去 這個味道才會小 因為肉才會好吃 其實洋蔥炒到像 醬炒到半厚米的狀態就可以了 那弄一弄之後呢 我們再來炒我們的 紅布 紅布我先讓它稍微炒一下 對 因為它現在火的溫度 真的很夠 因為如果說你烏烏類啊 你用小火去炒它 它會出水 你用甜麵就會炒掉 只要讓它溫度上來 就要大部分把它下去 好 盡量讓它每天都煎到一口 好 盡量讓它們煎到一口 太好 讓它整理會更有 接下來已經大部分了 再把它們放進去 攀起來 沙櫃 好了 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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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看我們煎到 這樣煎到金黃色 對 煎到兩面金黃就可以了 先煎到這樣就放就可以了 然後放就可以了 蘑菇最後放就可以了 因為蘑菇主要是直接做 對 再下我們的蘑菇 再把它拌一下 再把它拌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來加上我們的 一些配料 其實像煮這種紅酒燉牛肉 個人會蠻建議加這種番茄 番茄我其實不用說 只要它的顏色 只要它的一個酸度 加一湯匙就好 紅鍋 因為這個其實不會整塊下去 會變相當的酸 所以再把它拌炒一下 最後呢就來加我們的 紅酒 紅酒其實 你也不用拿說到 一般我們平常在喝的紅酒 然後再加我們的高湯 200cc 然後再加下去 那我們的料啊 跟水啊 用完的比例之後 大概差不多像這樣子 那我們 所有料放進去之後 我們在裡面再放我們的 月桂葉 去增加它的香氣 你不用多放三片就好 然後再放我們的黑胡椒 黑胡椒這邊我會選擇用 然後我們就要出顆粒 那我們的紅酒燉牛肉 其實這樣就OK囉 然後我們再放上 第二層 剛攪拌好的 這個聖誕雞烏飯 OK 我們把它放上去 好 像這樣放平 放穩 然後之後就蓋上我們的 壓力波的波蓋 然後扣 鎖起來 OK 那我們等到我們的壓力房 兩條線維持15分鐘 15分鐘之後呢 兩道菜就完成囉 那我們稍微一下吧 我們15分鐘過去 那我們的壓力自然切開完畢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 開蓋囉 哇 哇 熱氣衝突 來 我們的炊飯 對不對這樣 看到嗎 那其實我們炊飯裡面呢 我們大概有去趁它 熱熱的時候去灑上我們的 起司粉 我們先灑線 等一下把它攪拌均勻 OK 那我們的底部呢 就是我們的紅酒燉牛肉 各位看一下 哇 看起來相當的美味 OK 那我們今天一鍋兩菜 就這樣完結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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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